哈囉大家好 請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一款 最近才剛出的手機遊戲喔 那畫風的話雖然看起來好像比較陽春一點點 但是其實內容物我是覺得真的還蠻好玩的 而且裡面紫娃娃的話呢 是可以依照你自己的裝備來做一波外型的更換的喔 這個我覺得其實做的還挺好的 而且其實紫娃娃系統我覺得做的也還算是可愛喔 而且他還有造型你知道嗎 就是他有skin的喔 其實我覺得 他的畫風也不會說很差啦 就是看大家會不會喜歡喔 那玩法的話呢我覺得是真的還蠻不錯的喔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遊戲的話可以來玩一下 那來讓大家看一下這款遊戲要怎麼樣玩喔 那這遊戲好像叫做我們的Ninja Gear 好像叫做忍者機喔 那戰鬥的話基本上就是進去會有一些小關卡 然後玩法的話非常非常有趣 他就是... 用我們的左右方向鍵來操控 然後會有敵人出現 然後你就是要用一些手法 就是比如說向前的話 敵人在右邊你就按右邊然後進行攻擊 然後敵人要發射招式的話你就按左邊做閃避 那線鬥到後面的話就是左右邊都會有敵人出來 所以大家要非常非常小心 那每一個回合好像有幾個回合會固定給你幾個 就是這種就是強化的咒印喔 所以大家就有點像是我們那個弓箭傳說啊 或是我們碰碰法師那種概念的遊戲 但是玩法的話比較不同 我們來打給大家看一下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選擇一個能力喔 這邊的話基本上有攻擊速度提升跟攻擊傷害提升 我應該會先選擇攻擊速度提升 然後到時候的話基本上有那個就是 能夠打怪補血的話我也會先選擇那個喔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看廣告獲得一個比較強烈的效果之類的 那後來的話因為第一關的時候我打的時候只有五關啦 然後後面的話好像就是 去打到後面的話關卡會越來越多喔 所以這邊的話大家 就是可能會越挑戰越多關這樣子 唉唷 他居然打爆我 他有一些就是角色的敵人的攻擊好像是沒有前置動作 大家要小心一點點 然後我們右邊這邊的話這個是查克拉 查克拉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用我們上面這邊的技能喔 那比如說這邊都有一些去技能 然後技能都可以在我們外面可以選擇 那這邊帶的第一個技能的話這個是影分身 這個分身就會幫我們打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第二招跟第三招我覺得還算不錯的原因 因為第二招跟第三招的話是可以來閃攻擊這些的喔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 好好用一波的話其實第二招跟第三招是可以秀一波的喔 就是敵人在發招的時候對不對 你可以就是閃然後再繞到他身後之後再順過去有沒有 他們不是剛剛一大堆紅色的地板的嗎對不對 你就可以用第二招跟第三招的技能來選 那這兩招技能的話基本上算是那個 一開始就是遊戲就給大家的技能喔 然後我們這個角色下面這邊的按鈕的話這個是大招 大招的話就是我們的手裡劍爆炸這樣子 我們先換到空面去 小心一點點有沒有看到 這樣就是要閃招有沒有 就是要閃招有沒有 就是這樣玩 我覺得其實還算挺好玩的 那大家自己去抓一下就是他們攻擊的胎米 所以建議就是打兩下之後就是往後閃一下之類的嘛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有些是閃一下不夠的可能要閃兩下之類的喔 有一些地板那個就是範圍比較大一點點 我們開技能然後爽過去有沒有看到 這就是第二季跟第三季比較厲害的地方 我們可以直接就是用這個查克拉順身 我覺得還算不錯 那打完五回合啊 也是五回合之後他會給我們一個就是能力選擇喔 感覺遊戲好像都是這樣子玩的 都是每五回合會有一個就是選擇這個胎米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選擇的話是那個 繼續攻擊力增加 這攻擊力這個速度增加的話 這可以繼續疊上去的 它會變成兩層喔 就是速度會變得更快一點點這樣子 還算不錯 開個技能 先刷一邊 我覺得這遊戲的一個重點就是你可以優先先 擊殺一邊的敵人 這樣你另外一邊會比較好做一波閃避喔 你看有沒有 這樣會比較好做一波閃避 就是先把右邊的敵人先清掉 先把一邊的敵人清掉會比較OK 然後我們這邊好像做了這個灼燒效果 所以我們剛剛身體在發熱 先開一下影分身 慢慢一起打一下 然後我們血量這邊扣很快阿 所以我是希望待會如果有那個就是 擊殺敵人可以回血或是每幾秒回血的那個的話 我們應該會馬上選擇 好 那查克拉這邊的話基本上還是要 還是要去存那個查克拉喔 不然很快就用完的話你也沒辦法再施展一些技能 然後這遊戲基本上還是會有一些就是 其他技能卡片可以選擇 待會我們出去之後可以讓大家看一下齁 然後最後一關的話就是會有那個BOSS這樣子 會有BOSS在 好 翻過去 這樣會比較好做一波就是那個打擊跟閃避喔 好 第八波 我覺得這個天空飛的這個鳥鳥頂麻煩啦 先打爆 大招忍住 刷 好 沒問題 第九波 然後這邊每擊殺 有沒有 這個最喜歡了 每擊殺一個敵人回復50點生命值 這是我最喜歡的這個東西喔 有沒有 那你願意看廣告之後的話 他就會獲得一個就是那個回復100點的生命值啦 我們看廣告好了 我們來讓自己的生命值加更強一下喔 看廣告 好 那我們這邊廣告看完之後 我們現在每擊殺一個敵人 我們就可以獲得100的這個生命值喔 這樣還不錯 翻過去一下 哇 怎麼旁邊還有敵人 先刷一下 有沒有 我們這樣就可以用打怪來補血 有沒有 這樣還不錯 好 續戰力就會變很強了齁 好 然後盡量的話我是覺得就是 查克拉能累積還是要累積啦 因為查克拉真的超重要的 他可以幫你閃避攻擊跟做什麼事情就很棒 刷一下 好 然後 這忍者好像有點強欸 這遊戲說真的也不能跟人家硬A 你看我這邊跟他們硬A就很容易A到死掉 就真的也是頗有一點點難度了 哇靠 哇靠 完了 我被包圍了 哇 我被包圍了 然後我就這樣死掉了 然後死掉之後 當機了是不是 我沒啦 各位 所以有時候你在搬的時候你不能就是 太往旁邊去欸 就是他其實旁邊有一些怪物還沒走過來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做一些事情 我居然卡住了欸 夭壽 我來看一下該怎麼辦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剛剛重開遊戲之後他居然給我們重新玩欸 他居然給我們重新玩欸各位 我們先翻到這大隻的後面好了 因為我記得這大隻的後面的話基本上是 不會有東西的喔 我們剛剛翻錯邊了 我們放在就是 放在那個就是剛剛鳥鳥的那邊後面 那就很容易出事情喔 我們這邊是選擇後面這個大隻的地方翻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旁邊的那隻角色會是什麼東西 如果是像這種大個的話 他後面基本上不會再配什麼一些 恐怖的生物了喔 所以基本上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打一波 然後記得要好好閃招 招式給他閃起來 他有些攻擊好像是沒有地板判斷的 因為像這個的話往前桶好像也是 也是會讓我們受傷的一個攻擊 他不一定每一個攻擊都會有地板的紅字 但是他都會有這個驚嘆號的BB聲 所以大家基本上是可以利用這個 驚嘆號的BB聲來判定他是接下來要打一波大的了喔 我們這邊要先把血補滿 舒服舒服 然後查克他留著 然後這邊我們就來用一下普攻攻擊傷害提升喔 那如果大家想要更好通關的話 基本上都非常建議大家可以看廣告 然後看廣告的話你就可以能力加成喔 我覺得還真是不錯喔 先以通關為主 然後這邊的這個小隻的跟這幾隻機器的話 因為打起來好像我們都可以斷他們招式 所以就不用擔心 你可以直接打到底這樣子喔 那像這個的話可能就比較麻煩了 這個就沒辦法打到底了 所以你就是打打退打打退這樣 打打退 然後斬紅色的東西打打退 然後有大招就開 刷 不知道之後可不可以再改一些奧義什麼之類的 如果可以改的話應該蠻嗨的喔 好 第15波 其實20幾波還算是蠻多的 喔 這個 我覺得這個忍者人好難打 阿卡也是非常有智慧的吧 我覺得 有夠難打的 除非你可以這樣一直斷招 好 第16波 這邊的話是暴擊機器人 真命剛上線5000 OK 喔 500電 OK 沒問題 加個血量喔 血量多一點也是比較安穩的 然後藏了一隻鳥 我覺得鳥的話確實是比較麻煩阿 這是鳥 飛行機器人 你看 因為他這個打擊的timing 你很難抓到你知道吧 他不是那個紅色一出來等一段時間 他有時候有可能那個 紅色的那個時間就很快喔 那你就會比較麻煩 第16波 大隻機器人 大招 閃 飛 順 秀 秀 秀爛這個機器人 你還有嗎 有 飛到後面 有沒有 用技能來秀爛這個機器人 看起來就很像忍者 有沒有 我覺得這遊戲基本上還算是挺好玩的 刷一下 大招 好 小心點 好 往後 反正有驚嘆號顯示的時候就盡量就是 做一波閃避 然後等他招式打完 喔 完了 他這個火球好痛你知道嗎 這遊戲其實怪物的傷害很高喔 所以基本上他真的是要讓你好好做一波閃避喔 你如果沒有好好做一波閃避的話真的是蠻辛苦的 哇哇哇 先順 先走到一邊 我覺得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打 喔 完了 你有抓好那個紅色的區域量喔 直接被刷掉一排血喔 這遊戲真的是講求一點點那個能力的喔 來 我們這邊一樣 先回血 提高生命就算是在回血了 好不好 先把左邊這邊的小敵人去刷爆 好 刷爆 好 走 好險他這個閃避是沒有次數限制的 如果他有次數限制的話我們應該會完蛋你知道嗎 閃到一半直接被釘在原地這樣子 第20波 喔 大隻機器人 順 哇 他們這兩隻 也過來了 先刷死他們 我覺得這個忍者兵挺麻煩的喔 好 刷死刷死 然後順 大隻機器人感覺 還算蠻好閃的 就還蠻開心的 好 沒問題 剩下五波 先往旁邊打 旁邊這幾隻是比較好打的 然後再來是鳥鳥機器人 順 回來 順 好沒問題 刷死 剩下最後四波 喔唷還有 驚嘆號的時候就先走 看到驚嘆號就閃了 可是你看有沒有 這個就是 他有一些敵人的火球啊 攻擊那些就是會有滯空 滯比較久的 所以就算閃再閃回來 有時候有可能都會被打到 所以這遊戲還蠻陰險你知道嗎 就還蠻期待之後他會有哪一些新的彈幕喔 好 第二則二波 召喚充能劍攻擊範圍內的敵人維持40秒 召喚充能劍 好 召喚充能劍 喔唷 但這只有40秒 所以要趁這個機會趕快 大打一波 要不然就是快速刷關卡 充能劍好帥喔 他其實還有蠻多一些就是額外的一些 補充技能的 這個真的是可以在 看一下會有哪一些東西 好 刷死 一二三波 哇 充能劍再加我們忍術直接爆發一波 我好喜歡這個充能劍欸 這充能劍好猛欸 順 怎麼這樣看起來就超像一隻忍者有沒有 真正忍者 哇 我們的充能劍沒了各位 哎唷 又有了 還有獲得無敵40秒 40秒無敵好了 來 直接無敵狂A起來就對了 狂A猛A啦 欸欸欸欸欸欸 有沒有 狂A猛A 趕快趕快 把這無敵帶到BOSS關卡 Warning BOSS來了 Dangerous GOGOGO 目前我好像還沒有看過就是其他的 就是比較恐怖的一些BOSS敵人 好像都還是他 快快快 我們現在是無敵的 不怕 無敵40秒 啊如果你看廣告的話你就可以無敵更久了好不好 這個就 看大家有沒有需要 我是覺得其實有時候不需要啦 而且我覺得其實用一些就是 比較沒有加強過的技能來打的話其實 還算蠻有挑戰性的 打爆 沒問題 那這款遊戲就是我們忍者機 我覺得還算是頂好玩的 然後娃娃系統我是覺得其實也還算是蠻可愛的啦 然後他會有一些小動畫跟小故事這樣子喔 那裡面的話更酷炫的就是 有很多一些忍術 好不好 就是我們這邊的忍術的技能這邊的話 你是可以利用這邊來選擇一些忍術 然後你都可以來看一下這些忍術的實際操作類型 就是你們可以比如說你想要這個忍術對不對 那你就 調換資訊 有沒有 就資訊點進來 然後你可以直接點這邊測試 那你就會直接進到我們這個打鬥環節 你就可以看一下這招忍術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攻擊囉 然後如果喜歡的話就可以把他放上去 所以我覺得他後面應該會有一些更帥的忍術喔 如果大家喜歡這種遊戲的話呢 都可以來下載玩一下 那叫做我們的這個 Linja具有忍者機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先介紹到這邊啦 我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